千赌猖獗 高雄警方接連破获了赌博集团 甚至他们架设了博弈网站 祖先自定交战手册 以及排班表 要求成员必须要以客为尊 追求高效率以及个体户 自足网络地下千赌 规模不大 但是会员是遍及的大高雄区 从今年7月开始 进出下注量更高达新台币9亿多元 金流之庞大 必须还要自备电超级 平凡民宅 实际上是地下千赌据点 警方搜出大把现钞 千赌金流庞大 嫌犯还自备电超级 千赌占由38岁李静组头 和女邻居联手 什么都能赌 锁定公益彩券539 和香港六合彩开出的号码 拿来当输赢依据 提供网路账号密码 供赌客下注 开张短短4个多月 会员遍及大高雄地区 下注量高达新台币9亿多元 以今年7月开始经营赌博网站 迄今短短4个月 及获利超过新台币320万元 赌信坚强的还有他们 警方散步并两步冲上楼 就见到屋子里架了好几台电脑 博弈网站新开幕一个多月 打出以客为尊 24小时营运 除了排版表还有手写叫赞手册 要底下成员及时回应赌客需求 为了躲避查记 赌金还以超商代码缴费等方式处值 但仍然被警方盯上 集团分工细腻 追求获益最大化 却不敌远景现报 才开张就背带 通通进了警局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